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小朋友 看一下有谁进来了 早安 早安 哈喽 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三丽妈 可敬 可请 早安 哈喽 你们听得到三丽妈的声音吗 清楚 OK 有哦 有听得到哦 嗯 我们等等其他小朋友进来 我们就马上开始 OK 今天呢 是新一季的三丽妈会课室 OK 我们呢 只会读一本会本 然后这一本会本过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些延伸活动 然后每一期三丽妈都会有准备不一样的延伸活动 让小朋友觉得很好玩 OK 所以小朋友你们吃过早餐了吗 嗨 一行 四天 早安 还有哪位小朋友要跟三丽妈打招呼的呢 宝宝妈妈可以把小朋友的名字写在下面 让三丽妈读出小朋友的名字哦 嗯 好的 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本绘本就是 我不想离开你 大家都准备好了的话 给三丽妈一个爱心 那三丽妈马上开始 好 作者是希纳顿 翻译是何希 嗯 小朋友 你们看得到吗 今天的这一本绘本的主角是谁呢 哦 这应该很明显吧 这是什么动物 对了 它就是袋鼠妈妈和袋鼠宝宝 来 嗯 这是什么呢 因为爱 所以放手让你成长 可是无论你走到哪里 妈妈的爱都会形影相随 我不想离开你 小袋鼠一天天长大了 袋鼠妈妈觉得既幸福又辛苦 因为小袋鼠越来越重 而且总是在育儿袋里动个不停 宝贝 你长大了 该离开妈妈 独自去探索这个美妙的世界了 这是袋鼠妈妈跟小袋鼠讲的话 不 我不想离开你 妈妈的怀里最温暖 哦 这是小袋鼠跟妈妈撒娇咯 可你现在是大孩子了 要学着自己走路 妈妈耐心的鼓励着小袋鼠 不 我不要 我不要自己走路 小袋鼠飞快的钻回妈妈的怀里 这时候小朋友你们有看到吗 小袋鼠 哦 它马上装回了袋鼠妈妈的袋子里 嗯 它不要出来 宝贝 你快看 好多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呢 袋鼠妈妈说 你想和它们一起玩吗 不 我虽然和它们一起玩 我虽然喜欢蝴蝶 但我更喜欢妈妈 哦 小袋鼠紧紧的抱住妈妈 哦 小袋鼠妈妈 要小袋鼠看看蝴蝶 瞧 大象妈妈和小象在河里玩睡呢 袋鼠妈妈小咪咪的望着大象 你想和它们一起玩吗 嗯 这个袋鼠怎么说呢 不 我不想 水花都溅到我鼻子上了 嗯 你看这个小袋鼠 嗯 小袋鼠它不喜欢 它不要跟大象一块玩 啊 听 小鸟在树上唱歌呢 袋鼠妈妈高兴的说 我都想跳舞了 你想跳舞吗 宝贝 对 这时它们看见了谁呢 啊 它们看见了树上的小鸟 想啊 可或只想在育儿袋里跳 说着 小袋鼠摇起了脚 啊 小朋友你们有看到吗 你看这个小袋鼠的脚 嗯 已经跑出了育儿袋里 从育儿袋里钻了出来 看 星星们在树上荡秋千了 袋鼠妈妈说 你想试试吗 不 我害怕 它们荡得太高了 不过 小星星真可爱 哦 原来它们看到了星星 虽然小袋鼠不想出去 但是它们觉得 这些小星星可爱极了 看 长颈鹿在草原上 跑得多快啊 袋鼠妈妈说 宝贝 去和它们一块奔跑吧 是啊是啊 它们跑得真快 可是 我不想离开你 走了一整天 袋鼠妈妈累得气喘呼呼了 它坐下来想休息一下 可是 小袋鼠兴奋的叫道 看 那边有两只大骆驼 我们去找它们玩吧 骆驼在哪里呢 骆驼就在这里 这时袋鼠妈妈已经好累好累了 但是小袋鼠一看到骆驼 就好兴奋的要求妈妈带它去找骆驼玩 忽然 远处跳来一只袋鼠 它越来越近 小袋鼠瞪大眼睛 这是它见过最厉害的跳远高速了 当它在小袋鼠身旁停下时 飞扬的程度 曝了小袋鼠一脸 嘿 你好 你看起来好像和我一样 小袋鼠发现它们长着同样的鼻子 耳朵和长腿 还有强壮的尾巴 跟我一起玩吧 那只袋鼠邀请着 好啊 小袋鼠满心欢喜的一口答应了 小袋鼠终于离开了妈妈 向远方奔去 妈妈 你看我跳得多高 宝贝 你真棒 别跑得太远哦 小袋鼠兴奋极乐 它不停的跳呀跳 享受着成长的快乐 玩 这是一本关于爱与成长的美丽绘本 给孩子翅膀帮助它飞翔 孩子长大了 总要离开妈妈的怀抱 如何克服最初的分离焦虑 是父母和孩子都会面临的难题 请读这本书吧 答案就在这本书里 完 这就是今天的绘本了 希望小朋友你们会喜欢 我不想离开你 好咯 小朋友如果喜欢这一本绘本的话 给Sanima一个爱心 那我们要接下来 这个衍生活动咯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 好咯 来我们要请妹妹出来 ok 这个放好变点 好 小朋友 来我们请今天的模特儿出来 好 好 这个要移松它一点 ok 我们调整一下位置哦 好 刚才我们讲到 这是一个袋鼠妈妈和一个袋鼠孩子的 一本绘本对不对 好 我们就借用这个绘本 妈妈 这个袋鼠妈妈和袋鼠宝宝 来玩一个很好玩的亲子活动游戏 宝宝妈妈们 你们可以准备一件这样子的长袖 T恤或者是外套夹克都ok 好了 之后呢 你们可以先 把它折一半 妈咪你们可以先把这个T恤折一半 好 然后呢 把它倒反回来 长袖的部分呢 ok 它可以在下面 袖子的部分它可以在下面 为什么呢 我示范给你们看哦 就是把这个衣服绑在 你的孩子的身上 就借着这两个袖子 直接绑在你孩子的 后面你转过去一下 ok 就绑在他这里 绑在他的腰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 要选 长袖的T恤 如果家里爸爸妈妈的衣服 有大件的衣服 都ok 所以你们就不用紧张去找长袖的衣服 或者是jacket 折起来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ok 你只要折起来的部分 其实它就在这个下面 所以呢 这是时候我们的小宝贝就出场了 看到吗 如果你们家里没有袋鼠 也不要紧哦 就拿你们宝贝最喜欢的一个 绒毛娃娃也可以 然后呢就把这个娃娃放在这个 育儿代理 对了 然后呢 你的小宝贝 就这样 当起了 袋鼠妈妈 对了 看到吗 这个时候 妹妹你向前一点 这个时候 你的宝贝就 当成了袋鼠妈妈 好 接下来要怎么玩呢 妹妹你可以下去了 接下来 好 爸爸妈妈们 你们可以准备一张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图像 怎么玩呢 就是其实你们可以 准备 好像我这个图我会稍微解释 这个图这边呢 其实就是客厅 客厅了之后呢 就到饭厅 饭厅了之后呢 这是 这是 房间 房间了之后 这是厕所 最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厨房 要怎么玩呢 爸爸妈妈们 你们可以照你们的想法 OK 大家都不需要跟着Sani 吗 这个只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例子 让爸爸妈妈可以参考 你们就照着你们家里的图 这样画下去 然后呢 小宝贝呢 就会跟着这些路线图呢 好像带鼠妈妈一样 就这样子 从客厅 一直跳跳跳跳跳跳跳到 厨房 再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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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了 跳到了这个 第三次 房间 然后 之后呢 又跳到了这个是厕所 最后呢 跳到了厨房 当然 这个设计图就照着你家 或者你小朋友想要的一个 一个空间来做设计 不一定要跟着Sani 吗 这只是一个给你们的一个参考 然后呢 或者是如果是大朋友 比较大的朋友 能够有组织能力 能够自己来设计的小朋友 比如说一年级以上的小朋友 我们就能够鼓励他们 这些大哥哥大姐姐 我们可以鼓励他们 就是 自己来设计这个设计图 让这些大哥哥大姐姐 参与 在自己来设计这个设计图参与 OK 让他们来想象一下 他们要怎样去规划 他们的这个 OK 然后画好了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照着他们 心里想要的这个设计图 来玩游戏 OK 就比如说 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可以带着弟弟妹妹 一起玩 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就是 袋鼠 爸爸妈妈 就是大哥哥大姐姐 或者是 爸爸妈妈 你们有空的话 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玩 其实这么一样一个简单的游戏 小宝妹们 他们都会很喜欢跟你们一起玩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享受的是一个亲子的互动 好 如果 OK 你们觉得这个游戏不错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给萨利妈一个爱心 那 如果有小朋友 喜欢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你们又在家里已经有这样玩的话 你们可以拍照 然后把你们的设计图也拍照下来 或者是你们绑好你们的那个 那个 义儿袋 然后把小宝贝放在里面之后呢 然后拍照 然后 可以 Post在三立妈会客室的那个page里面 三立妈就会看到你们 要怎样的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你们可以给我一些 feedback 还有一些comment 让三立妈知道 你们在玩的这个过程中 有什么心得 又或者是你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游戏好不好玩 OK 今天 我们的 这一个绘本故事 就到这里 小朋友 如果你们想要让三立妈知道 这个游戏好不好玩的话 你们可以到三立妈的会客室 post你们的照片 然后留言 OK 谢谢你们 今天的绘本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星期六再见 拜拜